大家好,我是小安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非常感谢您在办盲剧中观看我的视频 南瓜是一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蔬菜 老少皆宜 南瓜有助于抗癌 南瓜富含β呼噜波酥 是很好的养自有机的客星 大量研究发现了 日常生活中 我们摄入足够的β呼噜波酥 能够减少患上心脏病 癌症的风险 并且可以缓解便秘 南瓜中的多种维生素 水溶性纤维 可以催肠胃的蠕动 帮助消化 其损痕的果胶 是很好的肠胃孕肠剂 可以保护胃肠乙母修复溃疡 适合 蔓延溃疡的患者使用南瓜 使南瓜还能够预防感冒 南瓜中的多糖 大量的维生素C 可以提高免疫能力 帮助人体体育流感性的感冒 还能够起到忽炎忽肤的作用 南瓜中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 能够改善皮肤的健康 抗衰老 抗皱纹 南瓜中的贝塔胡萝卜素 在人体中可以转化成 对视力有帮助的维生素A 所以对于保护眼睛 特别的有帮助 南瓜除了以上这些营养价值 作用价值之外 有传言说 南瓜可以降血糖 传言道理是真的假的 吃南瓜真的可以降血糖吗 有人说 吃南瓜真的可以降血糖 可能是因为 南瓜中含有的南瓜多糖成分 动物实验证明 南瓜多糖 可以刺激胰岛素的活性 提高胰岛素的分泌 从而降低动物体内的水糖值 遗憾的是 这种南瓜降血糖的机制 没有在人体实验中证实过 相比南瓜多糖 可能存在降糖的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 南瓜中含有大量的 能够升糖的成分 武汉大学医院 对十位糖尿病患者做实验 结果发现了 吃南瓜之后 水糖比之前增加了 一到二毫米每剩 所以糖尿病人不要吃南瓜 少吃一点也可以 但是不能吃太多 更不能把南瓜当作 酱糖的一种食物来吃 来控制血糖大 对于一些吃南瓜 不知迷惑的人来说呢 南瓜中的蛋白质太低了 营养上面不对务这么做 最好只用南瓜代替部分的主食 交替的食用 大家都知道 南瓜口感香甜软糯 但是不知道它的南瓜籽 南瓜籽糖 南瓜花都各有妙用 南瓜全身都是宝 南瓜籽 南瓜籽属于坚果类 可以取出来直接晒干 或者直接生吃 炒熟了吃 都很不错的 或者是把南瓜籽 晒干之后我们再去吃 晒干之后吃南瓜籽 营养更好的保留 味道也比较鲜美 每天应该吃大豆 以及坚果类的食物30克 差不多就是一大把的量 吃南瓜籽 第三个好处 可以降低坏胆固醇 南瓜籽中含有的化学植物 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 既然能够降低患心脏病的锋利 还能够改善睡眠 南瓜籽除了鲜果中的蛋白质 而且富含维生素A 铁 磷 氨基酸等硬素 而且含有酸酸 是水清中必不可少的 有助于退黑色素的产生 该激素有助于调节睡眠 改善睡眠质量 南瓜籽还能够有效的 保护男性的前列性 南瓜籽富含鲜 对预防改善男性前列性 有很好的药用价值 南瓜藤 南瓜花的妙用 南瓜花和南瓜藤 有很好的清热去火的作用 使用之后 能够清热 消肿 散余 还可以降制减肥 南瓜藤 还有丰富的纤维素 能够清肠 是非常好的减肥食品 血脂高的朋友们 去南瓜 特别是南瓜藤 对减肥效果比较好 日常生活中 我们去南瓜 还可以使大便通肠 我们的皮肤变得更美 尤其是女性朋友们 爱美的女士 能够起到特别好的 美容养颜的效果 但是是南瓜有经济的 南瓜不能和它一起吃 第一种就是 南瓜和羊肉汤 不能一起吃的 因为南瓜羊肉 都是热性的食物 同时吃的话 会引起腹胀便秘疾病 感染性疾病 发热患者不要吃 以免冰情恶化 第二就是南瓜加醋 醋酸会破坏南瓜中的燃养元素 降低燃养价值 所以我们在炒南瓜的时候 不要放醋 放其他的材料就可以了 第三就是 南瓜和菠菜 南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分解酶 会破坏菠菜中的维生素C 同时自身的燃养价值会降低大 所以吃南瓜的时候 最好不要吃菠菜 四 南瓜加红薯 会引起腹胀拿 土酸水 第五 南瓜加带鱼 带鱼富含优质的蛋白质 不饱和脂肪酸 以及β胡萝卜素维生素D 有补血 养肝 促进乳质生成的作用 带鱼南瓜同去 对身体不利 之前有报道说道 70岁的大爷和10岁的孙子 中午吃了南瓜带鱼汤 两人午睡之后 身体突然感到补血 家人发现后 两个人脸色极差 连忙送去医院 在医生的随分下才知道 野孙俩使用了南瓜带鱼汤 比较遗憾的是 两个人没有抢救过来的 真的是特别的难过 所以南瓜带鱼一定不要一起吃的 南瓜可以说是一种简单的食材 但是营养比较丰富 它的烹饪方法多种多样 南瓜吃对的话 营养会翻倍 由于生性的健康 那么吃错了 会危及我们的生命安全 在这里需要听大家的是 南瓜是容易比较过敏的 过敏的人群 世界的人群就不要吃南瓜 好家人朋友们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个赞关注一下 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们吧 点开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